1987年5月 全国一百多位文艺界学者 文化名流 云集湖北省公安县 畅谈三元文化 交流改革开放的文学研究成果 被各大媒体称为 当年的文坛盛世 这个会议三天非常成功 这个宏东南当时的新闻改 当时隔禁的好几个报纸都报到 像龙方的文艺报 这都报到了 特别是还有国务员古迹镇的小说 一个简报 做了场面报道 这场文学讨论会上 专家学者们热议了 当年中国文学作品 对改革开放风貌的欧歌 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的价值与意义 在全国文化界产生了很大反响 在讨论会上 公安县车桥企业的创业故事 让与会者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1978年 公安人在一片荒地上 建起了一个汽车修配车间 短短几年 他们已经拥有了自己的注册商标 产品也首次打入了国际市场 公安车桥企业创业奇迹 让这些敏锐的文化人深切地感受到了 这片土地上蓬勃跳动的时代脉搏 40年过去了 当年只有几十个人的汽车配件厂 已经成为了中国车桥行业首家上市公司 对于退休老职工廖平来说 最难忘的是企业完成股份制改革后的 那段激情岁月 1994年年底 时任副总工程师的廖平 接到一项紧急任务 他的团队必须在三个月之内 设计出一条自动化生产线 以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 完成技术革新和产业升级 车桥也称车轴 它的形状犹如一个巨大的杠铃 两端通过悬架系统支撑着车身 由于车桥体积大 安装搬运都极其费力费时 严重影响了生产效率 尽管当时国内外有同类的生产线 可以参考借鉴 但是自动化控制的关键环节 电器自动控制等技术均是国内首先使用 1995年2月 乔科自动化生产线正式建成投入使用 极大的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 提高了生产效率 这是当年自动化生产线投产后 同事为廖瓶拍摄的一张照片 拿到照片后 廖瓶感慨犯迁 他小心翼翼地将照片粘贴在纸上 写下四句话 文学新奇 一迹雷同 学无止境 创有来人 你想写文章嘛 也要写得新奇一点 走技术呢 也要能够不断地创新 当时也是这个新奇比较高兴啊 就在这个照片下面写着这种几个字 文系新奇 一迹雷同 学无止境 创有来人 这是廖瓶的个人感受 也是公安派文学 在车桥厂留下的一个时代印记 当年包括车桥厂在内的 众多创业创新的故事 为当今的公安县文学创作 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 文艺是时代的号角 最能体现时代的风貌 这样的故事 不仅发生在工矿企业的车间 也在公安县的田间地头上演着 1986年 中国开始进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公安县天心眼村的几位农民 打算尝试种植葡萄 但是这个想法一提出 就遭到了周围村民的反对 专家呀有很多权威都说 你那个地方是不能种葡萄的 主要是因为雨水多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联均降雨量在1000毫米上 最高率是达到1300毫米 这个葡萄的它怕水 葡萄怕水 而公安的降水 又集中在夏秋葡萄成熟的季节 几年试种下来都以失败告终 但是刘军和他的伙伴们并没有放弃 为了避开夏秋之际的雨水 他们独辟蹊径 创造出避雨栽培 大旁栽培的方式 还改善土壤不断优化 最终 除了适合当地种植的葡萄品种 30年的不断试验 公安人终于在不适宜种葡萄的地方 把葡萄做成了公安县的特色产业 公安葡萄比一般葡萄早熟几十天 正好避开了夏秋的雨水季节 还能提早上市 卖出好价钱 现在公安县已经是 长江中下游最大的葡萄生产基地 占据了湖北省葡萄产业的半壁江山 公安人的血液中 仿佛流淌着与生俱来的创新精神 他们从不被固有的条条矿矿所制约 四百多年前 元氏三兄弟在这里成长 从这里走出 影响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起 四百多年后 公安人传承这份珍贵的精神遗产 在这片土地上 书写出新的传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部 卖应